商界女強人胡希文·Christy 全力支持作家美婚夫 Joseph 羅宇軒推出新書 這日舉行發佈會 還邀請好朋友黎美賢和谷祖林出席 Christy表示新書內容勵志 和充滿正能量 希望鼓勵大家以正面態度面對疫境 同時能治癒大家的心靈 尤其是這一年 大家在疫情之下 可能面對很多生活壓力 和情緒困擾 Christy和Joseph都感同身受 而他們都有自己一套減壓的方法 其實真的很辛苦 不過我自己喜歡打坐 打坐去放鬆自己 去接受這個現實 然後慢慢去處理問題 所以今天邀請的嘉賓 其實他們每一位都有很多故事 大家一起站出來 去做多些正面的事 令到影響多些人 去想一些正面的事 開心點 做運動 吃飯 很簡單去做一個自己 是的 除了那本書之外 我們年初就用了兩年時間 成立了一個治療基金 之後我們都會有很多不同的項目 去幫助一些精神健康 這個問題的人 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的人 Kristy之所以邀請黎美賢和谷祖林到場 分享他們逆境自強的故事 是因為大家都有過類似經歷 情緒都因為 自愛的家人輕生而陷入低谷 剛剛痛失弟弟的黎美賢 就說閱讀幫他走出陰霞 我很不喜歡看書 從小到大 很不喜歡看書 看書會睡著 因為那次的經歷 令到我沒有看醫生 但我嘗試一下閱讀一些 真是很正確的書 真是會令到我整個人走出來 對上一次情緒病 都是因為入了娛樂圈 比較迷失 組合解散 不知怎樣 這次切身切地 是自己的事 其實都看了心理科醫生 因為我怕自己搞不定 還有要照顧爸爸媽媽 還要分開照顧 因為他們已經分開了 所以其實我的壓力真的很大 幸好我自己喜歡做運動 還有我又會聽音樂 其實真的幫到手 還有最重要是要身邊有朋友 會跟你一起抱著哭 聽你說 還有最重要是我有信仰 我有祈禱 至於谷祖林 現時就專注飲食生意 和照顧女女 忙到連自己結婚十周年紀念日 都不記得了 嘩 你又記得 我也不記得 你提起我 我真的不記得 我不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驚喜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十周年厲害 我真的不記得 生完女的心思 都在小朋友上 這些東西放得很厚 我在那兒 我真的要爭3 2 2